我前幾天接到所有的電話 他居然在電話裡頭幫我湊罵一頓 真是莫名其妙啊 股票這種小兒科 我隨隨便便都是幾千萬耶 但是我剛剛整救完地球就接到電話了 他說我股票全部通通都賠光光了 雖然我是雷神所有 有的是錢啦 但是也不能賠成這樣子啊 害我昨天晚上也睡不好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誰跟你說口袋夠深 買股票就一定鐵定賺錢的啦 像你這種風險承受度很低 隨隨便便賠個3% 5%就會失眠 脾氣暴躁的人 根本不適合投資股票 還有一種人明明錢不夠 預算不夠 到處借錢跟親友借錢 跟銀行借錢這種人擴張親友 也不適合投資 那我現在啊 就看哪一支股票敵的最多 我就進場通通把它買光 等到它大漲之後我就可以 大賺一筆了 索爾你會不會太天真啦 股票當然不是它 越跌越深你就要買越多啊 因為呢我們還是要評估一下 公司的前景跟獲利的一個狀況嘛 比如說像大力光啊 就從天價6000塊 一路跌跌跌跌跌跌到現在3000塊 可是呢大家還在評估還在討論說 3000塊錢的保衛站能不能夠守得住 可是相較之下啊 台積電啊大家就覺得說 萬一有一天真的不幸從260塊 腰斬跌到130塊 這可能就是低階的一個好時機喔 因為目前看起來 台積電呢要腰斬的情況 比較沒有那麼大 只要我有雷神之錘 我就是無敵的來自股票表現好 而且是基屋股我還看不出來嗎 太小看我了吧 所以你要是真看得出來 你就不會賠成這樣了嘛 我告訴你喔 好的股票呢 它有一些評估的一些標準 像是呢 EPS叫做每股獲利每股盈餘 還有毛利率也要成長 股票呢也不要太貴 本益比呢也不要太高 這麼多的這個衡量的標準之下 才是值得買進的一個好股票 但問題就在說現在股票很多啦 但是大家都太貴了 太貴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